1976年7月28日,中国唐山发生了七,八级大地震,据张先生回忆说,回过头来,我们全家终于明白过来了,原来是那只大鼠救了我们,可它却死于非命,那场大地震,死了多少人,倒了多少楼啊,包括我们住的那幢家属楼全塌了,可我们全家却安然无恙,奇迹般地活过来了,这多亏了那只不忘旧情的一鼠啊。 关于这件事,以下是他的字数,那年冬天,我被抽调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农村社教队,来到了群山环抱的靠山村,房东高大娘是位退休老教师,满头银发,约有六七十岁的样子,身体很好,精神头儿也很足,也许是一个人太寂寞,他总愿在中午和晚上到我们这边来坐坐,闲谈一会儿,不料高大娘坚决反对我们的。 高见,他说,人类其实是最自私的动物,为什么要把老鼠列为四害,不就是因为这小东西侵犯了人类所谓的利益吗?可这地球并非人类的私有财产,人类要生存,其他动物也要生存呀,比起对生存环境的破坏程度, 人类简直不知要超过老鼠多少倍,又有什么权利指责鼠类呢?世界上有超级大国,如果在动物界平,超级人害,够条件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人,见此情景。 高大娘说,我还是给你们讲一段真实的故事吧,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,家里的面刚又见了底。 望着两个熟睡中的孩子,我长时间难以入睡,脑子里乱糟草的,不知在想些什么,大约半夜时分,互听从外间屋传来一阵刷啦刷啦的声音,我慌忙点亮油灯,声音停了下来,可只一会儿功夫,又刷啦起来,我真是又气又恼,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喝西北风了,你还来凑热闹,连缸里的几颗米粒都不放过, 还害得我半夜里受这份惊吓,我转身寻来长长的烧火棍,要把这可恶的老鼠送上西天,但当我把棍子高高举起的时候,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,只见那老鼠两只后脚立起来,前爪抱在一起,像人一样向我做起衣来,一边还滋滋地叫着,绿豆大的小眼睛里好像还挂着一层亮晶晶的东西,这件事我根本没往心里去,我想, 情急之下,出现些怪异现象,也不足为奇,听到我进门,大鼠赶忙到我脚边,又双爪合拢做起衣来,好像在感谢我上次的不杀之恩呢,当时,我有些好奇,但对老鼠还是没有一丝好感,就拔脚一跺,大声说,快走,快走,我们家不欢迎你,再不要来了, 大鼠似乎能看出我不高兴,滋滋一叫,领着孩子跑开了,以后果然好长时间没有再次出现,丈夫这次带回了一百元钱,这是他几个月积攒下的工资,也是我们母子半年的口粮钱,我把他用手卷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了个岩石,放到一个枷锁的小盒子里,然后藏到柜子的最里面, 可还是差点出了大差错,从此,我们全家和这只可爱的老鼠成了朋友,孩子们喜欢他,经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留给他,母鼠也经常领着他的孩子们登门造访,有一次竟领来了四五十只,这些家伙这看看,那秀秀,兴奋地滋滋乱叫,他们走了后我仔细检查了一下,家里居然一点被咬,被破坏的地方都没有, 有年冬天,丈夫为我办妥了工作调动关系,我们一家要到城里团聚了,几天来忙忙碌碌地准备东西,直到我们登上客船,我才想起好长时间没见过那只母鼠了,作为朋友,我们不应该这样不辞而别呀,为此一家人都闷闷不乐,最后,丈夫提议到甲板上看看大海散散心,两个孩子自然很高兴,刚要起身,女儿的书包里 一阵想动,我立即明白了,请客间,眼睛里蓄满了泪水,那只母鼠同我们一起出发了,原来,她也舍不得我们呀,她不知运船还是害怕大海,也许怕我们不带她,只从书包里往外探头探脑的,瞧了瞧又缩了回去,可我们一家人的心情都很舒畅,愉快,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, 城里的夏天仿佛比乡下要热许多倍,再加上许多事情不太适应,一家人的情绪越来越烦躁,也许受了我们的影响,那只大鼠也日渐烦躁不安起来,整日,滋滋,地狂叫不停不说,有一次竟把我们刚买的一张写字台咬了两个大洞, 气得我当场就要把她驱逐出去,丈夫和两个孩子好说歹说,说我们人都不太适应,何况一只老鼠呢,她孤独,思乡,能不烦躁吗,想想也有道理,就把她训斥了一顿了事,果然她安稳了好多天,我和丈夫互相埋怨着,怒骂着打开门,只见那老鼠在楼梯拐弯处叫着,跳着,并不跑,仿佛在故意气我们, 丈夫赌气说,今晚非砸死她不可,拿着手电筒追下去,我和孩子们也手持棍棒尾随追去,从楼上追到楼下,从楼下追到小巷里,那老鼠跑跑停停,不时回头挑衅一番,总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,看看大家都跑得气喘吁吁,我说,别追了,算了吧,养虎为患,就自认倒霉吧,一家人骂骂咧咧,垂头丧气往回, 没走几步,儿子突然又惊叫起来,原来那可恶的老鼠又追上来,在儿子的脚背上咬了一口,这下我们的肺都要气炸了,不灭此鼠事不罢休,我们终于长长地吐出了胸中的恶气,转身正要往回走,突见天边闪过到蓝色闪电,接着脚下晃动不已,仿佛汽车急刹车似的把我们一下子摔倒在地,随后便是轰隆隆的巨星, 眼看着路边的房屋一壮壮坍塌下来,烟雾冲天,高大娘讲的生情并貌,我们听得如醉如痴,一只小小鼠辈,竟能同人类保持了十多年的友谊,并在最危急的时刻用生命换来主人一家的平安。 这太神奇了,但却是千真万确,不容置疑的,高大娘说,后来他们一家带着那只异鼠的尸体,又回到了这个小山村,两个孩子先后考上了大学,儿子目前在美国定居,女儿在上海工作,老伴前年去世了,骨灰安放在村东小山上,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坟头, 里边就埋葬着那只异鼠,但在地震即将发生的当夜,有一家四口人,却因为一只老鼠的舍身相救,而与死神擦肩而过毫发无伤,这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,这个家庭与这只老鼠有着怎样的奇特因缘,一只老鼠又是如何拯救了全家四口人的? 在江苏海门关岳庙,发生了一件老鼠念佛往生事情,自住持连开法师,设立念佛堂,弘法度生,迄今十余年,海境如素念佛者因之与日俱增,近年为祝愿世界和平,改为长期念佛,运才一舔做一份子,今将最近目睹一事,奉告诸上善人,农历四月初九日上午十一时,大殿上正在念佛, 忽然来了一只老鼠,在佛台上走来走去,回旋许久,两眼炯炯看人,大众见了十分诧异,后来由当家师对他说,老鼠,你走吧,不要被猫看见了,免得性命难保,鼠闻此语,急去,少请右来,堆于蒲团上,前脚举起,做拜佛状,先向北拜,后向西拜,尤为其意,当家师用手捧之, 至诸佛台上,对他说,你今天是来听经的,还中要往生的,若要往生,大家送你去西方,老鼠好像听懂人话,及时前脚举起,做合掌状,起嘴开闭不已,晚然念佛状态,于是大众知他要往生,立即持名助念,当时鼠仁蹲在佛台上,两眼炯炯看人, 不久,竟然向阿弥陀佛圣像礼拜,真神奇,当家师见他拜三拜后,仍未停下来,于是就默默地计算他拜佛的次数,居然拜了四十八拜,刚拜完毕,鼠头就下垂,倒于前脚上,他已圆祭了,此时满堂摘生助念,当家师为其取名陈觉,书写书文,击打,往生普佛, 一堂,晚上为其涂皮,火化,其身虽化,而灰不散,现将灰置于玻璃匣内,作为念佛人的颈测,按佛说大地众生,皆有佛性,皆是未来佛,现在亲眼看见老鼠尚且也能往生净土,何况是人类呢,可知念佛人皆不应处猫不鼠也,运才写此文后,请当家师对证,当家师说, 他过去曾见过老鼠网生好多次,其中两只在娇山寺内,其中一只在海门,都是六七年前的事,跟这次情形相似。